昨天晚上很难得 这边的同修 让我们看一个光碟 这个光碟是说日本 叫大地震 我看了个题目是日本路程 沉到海底 这个很普遍 大家都看过 我是第一次看过 那么这种情形 跟美国2012的电影很类似 有没有方法化解呢 有 只要真正参除业障 普贤菩萨教给我们 礼尽祝福 趁赞如来 广修供养 参除业障 日本的灾难 纵然不能化解 也要大幅度的将情 九级的地震会变成五级 五六级的地震会变成三级 会大幅度的减轻 这个地方安全 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懂得改固自信 灾难不是别的 是我们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行为 所感应到的 这是佛经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非常透彻 东京江本圣博士的水试验 也说明这个道理 他做了十几年 我两次参观他的实验室 听他做的这个实验报告 证明了 佛经上所说的 精神跟物质是一体 这是佛经上讲的 他不是两回事 他是一回事 水是物质 实验证明了 他会看 他会听 他懂得人的意思 我们以善念对他 你看他实验 让谁竭尽 那个图案非常之美 以不善的念头对他 他那个反应的图案 就很难看 很丑陋 试验了几十万次 确实证明 谁会看会听 懂得人的意思 我告诉江本博士 在佛经上说的 不但是水 所有的物质 一根汗毛 一粒沉沙 他都会看 会听 他都懂人意思 他感到很惊讶 我说你做这个水 实验就证明了 你用其他东西 做实验的时候 一样可以 能看得出来 那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地球上发生 这都是物质现象 这都是物质现象 物理现象 现在科学家证明出来 物质现象的基础是心念 也就是物质是心念 累积产生的幻想 物质不是真的 所以物质跟意念 永远在一起 意念是精神现象 精神能够改变物质 物质不能改变精神 精神可以改变物质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这个地球 没有两样 极乐世界 为什么那么美好 极乐世界的居民 心地善良 那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 心地不善 违背了能力道德 违背了实善 六合 这两个一对比就晓得了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 地球上的居民 都能够遵守 祖宗的教会 佛菩萨的教会 我们这个地球 跟极乐世界 没有两样 因此我们就明白 宇宙之间有没有自然灾害 没有 自然是美好的 自然是健康的 自然是圆满的 哪有灾害呢 那我们今天是因为 违背了自然 一个错误观念 是人定身天 这个错误的观念的时候 造成今天的结果 实际上 人定身天 古人讲的没错 现在人把它解读错误了 人一定会身天 这个解释错误 古人讲 人定下来 你修禅定 定下来之后 你就能够身天 是这么个意思 真的吗 真的 人要真实定下来 可以指挥太空当中 星球往哪里走 有这种能力 定下来是真心 不定是妄心 妄心怎么能够胜过自然 哪有这种道理 所以这一句话 解读错误 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这不能不知道啊 人一定要把物业放下 这个物业 就是自私的理 明文立养 无欲六成 七情无欲 这就是这东西 为什么 自信亲近心里 没有这些东西 贪嗔痴慢都没有啊 自信里面只有智慧 得能向好 释迦牟尼佛一成道的时候 一开悟的时候 头一句就说这个话 一切众生 借由儒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振抖 这是释迦牟尼佛 释信成佛说的第一句话了 这他看到了 那我们自信里头 没有这些邋遭染污的东西 有没有啊 真心永远清净 永远平等 永远觉悟 那我们经题上面 清净平等就 那我们真心 有自私自利 就不清净 有贪嗔痴慢也不清净 有贪嗔痴慢 有贪嗔痴慢 就不平等了 有贪嗔痴慢 有贪嗔痴慢 平等心就失掉了 所以这些东西 一定要把它放弃掉 把真心找回来 jumper 准备 感谢观看